这世上存在许多神秘生物的目击事件或传闻 有人说人类对一些生物进行了各种研究和基因改造 然后被投放到了荒郊野外 或是一些人们不常居住的环境 然而这些未知生物却在机缘巧合下被人给拍摄下来 大家好,我是Genius 欢迎订阅天马星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说 5个镜头捕捉到的未知生物 下水道里的怪物 这是由英国的一家水务公司拍摄到的诡异画面 这间英格兰的西北水务公司接获了一起投诉 有居民投诉水道主射了 所以水务公司便派遣了员工对附近的下水道进行勘察 就在他们勘察的时候 他们在一个狭窄的水道中拍摄到了恐怖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中 这生物在发现人过后 迅速地跑走了 这个视频也被工人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认为这是传说的下水道生物 只是员工们惊动了他们 很有可能他们一直都生活在这个下水道中 树上的东西 在这一个视频中 是印度的一位农民 在夜间出门所发生的一起诡异事件 据他说自己家里的绵羊失踪了 所以他便到处去找 并且使用夜市摄像机来寻找这只失踪的绵羊 但是他并没有找到绵羊 却找到了一个可怕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看起来像是某种可怕的生物 栖息在树上 仿佛正准备像这名印度农民袭来一样 这名农民看到后完全吓呆了 立刻马上逃跑回去 他把这部影片上传到了网络 引来许多人的关注 有人说这是CGI动画制作的效果 也有人说 在印度发生这种诡异事件 并不奇怪 你觉得这是什么生物 关在笼子里的生物 这个视频是由一个穿越东欧的背包客拍摄的 他来到了一个破旧的罗马尼亚的动物园中 据他自己说 这个动物园捕捉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生物 所以他才来到这里查看 我梳云所有的罗马尾 海云 被逃便了 我 répondre 我估计 我会认识,我会认识 这名男子把摄像机隐藏起来进行拍摄 他拍到了一个被关在动物园龙子里的怪异生物 但最终他偷拍时被一个动物管理员给发现 最终迫使他关闭相机了 这名男子说这动物园看起来很诡异 而且也很不人道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抓来这些怪异生物供人观看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上 确实有一个动物园 由于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而被关闭了 至于视频中的其他人 他们实际上真的是在说罗马尼亚的语言 所以这视频真的可能是在罗马尼亚 一个破旧不堪的动物园拍摄的吗 虽然很多网友对此产生了疑问 他们认为里面的生物会不会是动物园的噱头 为了吸引游客而来 假装扮的诡异生物呢 那么你认为这被照相机捕获的神秘生物 是精心制作的骗局 还是确实真有歧视呢 桥下的生物 这是一个男人在乌克兰基普的高速公路 沿线的一条大桥附近 还是到了非常离奇诡异的画面 沿线的一条大桥附近 在不远处几层楼的高桥下 有一个看起来非常诡异的生物在爬行着 刚开始这名男子以为自己拍摄到了一个人在桥下爬行 这种疯狂的举动让他赶快把手机拿起来进行拍摄 可是渐渐的无论他怎么看 这看起来并不像是人类 据他判断这个神秘的生物似乎有很长的手臂 并且毫不费力的爬到了桥下 这让他感到非常神奇 他把这个视频上传到了网站上 引发许多人的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只猿猴罢了 但他反驳了这个说法 认为自己当时在场 因此知道这并不是猿猴 它是我们不清楚的未知生物 会不会有人的手臂能有这么惊人的力量呢 你认为这是什么呢 夜店里的诡异事件 这是在新加坡的卡托夜店拍摄到的诡异画面 几名顾客在受欢迎的夜店喝酒玩乐 监控却拍摄到了可怕的画面 这件事我们不能够集电池里面 你们的时候就留意到色彩心你的操作 因为它们有点像签摇 这件事有点像icht拲放在最小时的消防 突然在水拍摄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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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拍摄的尾程 从画面中来看 一张凳子突然很诡异地倒了下来 随后从他们的身后 有一个奇怪的生物在奔跑 这生物就像小孩这样奔跑 但奇怪的是夜店怎么会有小孩呢 而且据店员说 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他们工作人员也不会让任何的人在里面跑 那么这个神秘的身影到底又是什么呢 在一个电视节目 Ride This Minute中 该电视节目正好讲解了 互联网上当前的恐怖视频 也正好揭开了在新加坡的这起超自然事件 即使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部影片 I told you it was a video with a twist 主持人说自己之所以会知道这件超自然事件 是因为这是他认识的一位朋友 在新加坡开的夜店 而且当时他把这则新闻发布到了网路上后 在网路引起了热烈讨论 过后主持人向有人询问后 也就是这间夜店的老板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发生 他并把这段视频发送给这位主持人朋友 让他在节目上讨论 所以这项小孩的神秘生物到底是什么呢 一直又怎么会突然倒下来呢 这是一起灵异世界 还是某种神秘生物呢 有人说这些未知生物是人类基因改造的成品 或是一些科学家在做什么奇怪的事业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些未知生物 然而一些政府为了掩盖这些事实的真相 却以假乱真 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看到的 只不过是一些恶作剧影像罢了 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赞 还有订阅天马行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是Junius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